我们接下来关心中美关系 当然王毅去拜访美国 现在还没有太多官方正式的回应 也就是说到底有哪些结论 具体的做法 但是在媒体上有很多 来自于各方的消息 其中11月拜习会 是不是真的正面发展 越来越确定了呢 王毅回答是说 通往旧金山 不会失忆马平川 马平川是什么 就是不会像马可以驰骋的 平原一样的那么顺利 当然是有困难跟险阻 那么双方认为保持对话是必要的 所以接下来对话的过程 我们看到好多好长的时间 各自的会谈 其中过去这个布林肯到大陆去的时候 也是一样用一个很大的会场 距离有点远 那王毅对等的概念 到了美国也一样 距离是有一定的长桌 跟各种的原则 而访美有三大细节被媒体观察 说共同的关键词叫做旧金山 代表接下来的重点 都是在谈到底拜席会在旧金山 要不要在长边会见面 其中王毅访问的三个人里头 只有跟拜登见面有翻译机 另外两场都是同步翻译的 所谓的口传耳机 可以尽快的沟通 不会浪费时间 所以近期美中保持交往跟互动 这是布林肯说的 同时希望中方加强沟通 筹备好美中下个阶段的高层交往 显示接下来双方的高层交往 或者是拜席会都越来越有机会 昨天我们就算过了 王毅跟布林肯谈了七小时 跟苏利文谈了两小时 跟拜登谈了一小时 但是明确的消息 仍然是有待双方的证实 在APEC的场边会议 还没有正式的松口 那么是不是有传出来说 像布林肯提五个中美关系 有五个必须啊 例如这个 当然都是看起来蛮对仗的 这个口号式的关系 元首共识 中美双边关系 要保持沟通管道 还有一个重点是 互利合作 管控分歧 那外交圈盛传日媒体报道的 一个像八卦一样 是不是真的这样 还是有待正式 说王毅访美的时候 带了一个本子 记载着 如果邢毅去出席 APEC的话 美国必须要以 什么样的规格接待 见谁怎么安排座位 跟谁握手 甚至连拜登的表情都要管 是真的吗 这也管太多了 但总之这是一个传闻的说法 总之一定要确保 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是在一个善意 跟对习近平有利的方向 来促成见面 所以王毅访华府的任务 非常的明确 同时美国也在这个时候 放宽了两国的航班限制 过去每周48班 增加到70班 持续有更多的沟通顺畅吗 而到前中国的驻美大使 崔天凯也说 要拆城中的墙容易 拆心中的墙难 现在有形的墙 好像在努力拆除 无形的墙更坚固了吗 显示这双方要谈 当然没有那么容易 而拜登的盟友们 来观察大家的动向 包括了澳洲 澳洲总理 艾班尼斯 正在访问美国 那么前几天访问美国之后 拜登告诉他 澳洲不能完全信任北京 那艾班尼斯在回答他说 澳洲解冻是为了维持主权权益 11月份他就要到中国去访问了 他说 我不是在传递美国的讯息 我不是美国的传声筒 那么中日关系呢 日本的部分因为水产被禁 全面冲击到他的水产输出 9月份对大陆的出口额 已经年减99% 几乎全部挂掉了 但是在这次李克强前总理 这个突然失事的消息的时候 岸田文雄特别去制吊咽 也希望接下来双方 可以往更正面的方向来发展 亮哥怎么看美中 现在接下来的交手 我觉得这个美国之音写说 迟迟不敲定北京到底要什么 这个蛮奇怪 因为北京要的非常清楚 回到巴黎岛共事 讲得那么明 美国还听不懂 巴黎岛共事就是那五个 说你不能够打新冷战 不能支持台湾独立 不是有五点 事实上美国都是倒着做 所以为什么会是说 是已经很久没见面了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他们觉得 美国都是言行不一 事实上就是从巴黎岛共事 衍生出来的 他就觉得拜登 因为巴黎岛共事之后 新华社立刻发了新闻稿 那美国并没有否定 就是中国大陆整理出那几点 那你都没有否认 可是后来大家就看着美国都 每一点都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做 所以才使得双方完全缺乏信任 即使是这一次也一样 比如说王毅明明就要来 美国在这之前还特别宣布了 人工智能晶片管制出口 对不对 还包括云交易暂停 那你这个可以明年一月再宣布 为什么要现在宣布 所以不是逼得中国大陆反制 石墨出口吗 那你到底要干嘛 所以为什么具体的经济 就不会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比如说我看到中国大陆 最近玉米都跑去巴西买 那你美国 我为什么要卖你的玉米 我又不知道你要干嘛 就是科技在 而且王毅还讲得很白 他说希望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可以减少 他讲得那么白 结果VOA 我是很意外是美国之音写这种标题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改善 我是非常悲观 就是这个大概都只有 行礼如遗上的示好 可是具体的东西 比如说你看中国大陆到现在 连军方的沟通管道要不要恢复 他也不回答 那这种议题怎么可能习近平来谈 这种议题一定是王毅这个层级 就应该可以谈 对不对 那何立峰也没去美国 所以经济议题 只停留在经济工作小组 那个只有副部级的大家谈一谈 你说那个能够谈到什么样的层次 很有限 反倒是习近平接见那个加州州长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具体 因为加州州长要的议题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在气候议题合作 在绿能议题合作 就可以有经济的合作了 习近平就立刻说yes 他就立刻回应说yes 然后还说中美的关系 最重要是在民间 是州 我觉得这个言有所欲 行外之音就是 我们跟你那个联邦政府打交道 不通 那拜登政府没有信用 那Newson你这个人 也许我们可以交往一下 那Newson在代表加州 加州也是经济体全世界排第四 加州也是跟中国关系 最深的一个州 所以我觉得这里都有一些 悬外之音 就是说你联邦政府就是搞成这样 那我就从州政府来吧 那其他议题还是停汉厅 就是因为太多的经验 告诉中国大陆 这讲话不一定算数的 所以显然拜祈会看起来 似乎是往正面发展 但能谈出什么 双方看起来都很谨慎 也很难有太多具体的想象空间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美中的关系 在王毅访问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看 究竟APEC拜祈会 两个人场边会议的可能性 要看拜祈会 这只是一场会而已 但是要看两边的战略利益 基本上中美的战略利益 是冲突多合作少 冲突多从贸易 关税 科技 到外交 到军事 它基本上环环相扣 对于美国要维持它的霸权 中国崛起要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个要调和到目前为止 还有仙台上的困难 可是两墙之间 它总是会有需要中场休息的时候 中场休息的时间地点 就是APEC的峰会 这个时候两个人总该见面下来 检讨一下从2016年到2023年之间 所有的伤兵 还有所有的损失 总该盘整一下 拜登要选举 中国现在可能也要休养生息一下 所以两方面 想说能不能妥协一个空间 妥协一个空间 美国之音就讲说 不晓得北京要什么 刚才阿良哥讲得非常的好 北京要的就是说 你美国遵守承诺 很简单 你美国讲话不算话 习近平跑到巴厘岛产生了 大家以为说 那个时候是不是给放个寒假 结果不但寒假没有放 还继续雷声隆隆 所以对于中美关系 当然会逐渐一步一步恶化下去 如果说习近平每一次跟你见面 那好像达成一些共识 最后又继续恶化 那对习近平在大陆的微信 也会有损 很多大陆的朋友已经开始讲 干嘛去 去见人没有什么意义 那个老头子讲话也不算数 而且没事乱讲假装忘记 你也拿他没办法 好像在谈谈百合 对 你不是给他耍着玩吗 他就是装笨装傻耍你玩 你何必陪他这样玩 大陆上已经有这些声音 所以王毅这一次 虽然应美国的邀请而去 他对处理旧金山这一场 APER峰会 以及未来要不要习拜会 一定是小心谨慎 所以为什么要跟负责规划 APER的布林肯 两个人一讨论就讨论了 很久了 七个小时 所以表示这里面涉及的 过去所有的争论 要提出来一起谈 总结来讲说 就王毅当然讲说 我们过去的共识还算不算数 那不算是我们重来 以前我们的双边关系 要不要往稳定的方向走 那不往稳定的方向走 那你继续打台独牌 你继续打民进党牌 那对不起 就可能很多事情不能摆得平 先讲清楚 所以对于这次的APER峰会 对两个领导人来讲 他有一定的风险在 对拜登来讲 他也要面对可能川普的攻击 对习近平来讲 他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也没有必要浪费在你拜登的身上 反正就是说 这一段时间美国不断的出重拳 这个垂直中国 但是中国受伤有 但是也有限 美国你觉得你有赢吗 那也不见得 谈得短总比谈得 谈得长总比谈得短好 表示还有得谈 万一很短谈完了 表示根本谈不下去不是吗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美中关系影响的是全球 所以当两位领袖 到底有没有机会见面 好好地谈 把双方的对抗降低这件事情 当然也就大家都关心 左教授 对 我认为这一次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背景 就是因为以哈冲突 现在以色列进攻 这个进攻加萨走廊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担心这个战争会扩大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重要性 就提升了 因为中国大陆是可以影响伊朗的 虽然伊朗不愿意发生战争 但如果情势使得 伊朗社会内部 有很大的求战的呼声 或者伊朗内部的不稳 需要战争 那么这个战争就可能会扩大 所以中国大陆 还是可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看 这一次王毅访美 就很像是在911之后 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改善 那样子的一个大的环境 那我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就大陆有一些这个自媒体提到了 在王毅会见这个布林肯 那个苏利文这些 美国的政府官员的时候 美方有提出来 第一个重申不支持台独外 他还说了 就是说中美关系 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他也说了 就是说美国乐见中国成功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 这样子的说明 居然都没有出现在 大陆方面的这个新闻发布里头 所以是不是美方在闭门会议的时候 讲了更多关于台湾的表述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 我们政府去观察的 其实为什么 最近美方会有声音说 希望两岸能够对话 希望会支持台湾 不管哪一个政党 就是政党轮替 不同的 不管哪一个 明镜需要您订阅 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